塞希尔 熊啾啾气洋昂地 走在星巴威的万机国家公园内 不过这微风淋漓的画面 已经成了绝项 原报表示 13岁的塞希尔个性相当温和 一直是来源游客的焦点 而这头明星师 脖子上还带有GPS追踪金拳 作为深层研究之用 但在这个月初 狩猎者却先将塞希尔引诱出保护区 用十字弓射伤他 并在追踪40个小时后将其枪杀 甚至还残忍地把塞希尔剥皮斩首 成为猎杀行动下的战利品 而当局自经过连日调查后 终于将凶手锁定为一名 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 50多岁牙医华特帕尔默 我深刻忽悔 我爱我做的行动 我爱我 我担心担心担心 据悉帕尔默以5万美金 超过新台币150万的代价 雇用一名职业猎人 并买通一名当地地主 协助他进行猎杀 虽然帕尔默在声明中宣称 自己雇用了专业祥导 是合法地进行狩猎活动 不过将塞希尔引出国家公园保护区外 再进行狩猎的行为 恐将涉及非法到列的罪嫌 好 刚才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公公狮子 叫赛希尔 哇 真的长得好漂亮 他那个棕毛闪闪发亮 我跟你讲这个涉嫌诱杀 赛希尔的这个美国牙医 根本就是美国人坏透的典范 混蛋到了极点 为什么就要来讲 赛希尔在星巴默动物园里面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超级明星 有时候我们可以在一些 像什么动物星球 或者一些什么BBC的纪录片 我们都会看到赛希尔的那个身影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只有漂亮问题 他问题在于 他是所有的狮群里面的 这些所谓的狮子王里面 最友善的狮子 对 所以他博得一个绰号的 他叫友善的狮王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有很多游客到 新巴默的国家动物园区的时候 这个赛希尔他会接近人类 他接近人的时候 他不会去做攻击的动作 他已经很习惯人 在那边拍摄他 有时候有些游客 甚至还宣称说 他发觉赛希尔有没有 会摆出他们 让他们觉得很可爱 很萌的那种pose 很了解我们要什么的意思 对 有种感觉这样子 所以赛希尔的名气 是这样子出来的 但问题是在这个牙医 有没有看到这个丑陋的美国 就是他杀的 就这个家伙有没有 就是他干的 然后这个家伙来做 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 因为他知道在新巴默 这个国家动物园区里面来讲的话 如果他射杀赛希尔的话 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所以他伙同了另外两个共犯 有没有 做什么呢 用这个所谓的食物的诱补的方式 就把赛希尔从他那个保护区里面 引诱到一个私人土地里面 引诱到那边去之后呢 开始用十字弓 还有那个猎枪 射杀赛希尔 而且赛希尔是怎么样子的 后来之后怎么样子的一个死亡 就是他中了箭之后 他有被惊吓落跑 落跑的时候是这样子 拖着他这样子的一个 残破了这样子的一个身躯 两天之后 然后被这个猎人 然后追到之后呢 做什么事情 把他头砍下来 被折磨了两天 对 这个家伙现在目前有没有 他在宣称什么 他说我跟你讲 我完全无辜 为什么无辜 他说星巴威的国家动物园面 来讲的话 就是定期的话 会发给这个执照 有一些定额的这样的情况 对一些所谓的 什么大象啦 种类比较多的才可以杀 狮子有没有 对 经过批准才可以 完全胡说八道 为什么呢 狮子在全球已经列为一个 所谓的濒临绝种的 一个保育类的动物 哪一个国家动物园 那么250 会发这个执照 那你猎杀狮子 这根本就是鬼扯 而且你要猎杀的话 为什么是在私人土地上 逃避行责 是这样说吗 而且他是累犯 要怎么讲他累犯 他曾经在美国的时候 非法猎杀 黑熊 然后也在非洲一些国家里面 非法猎杀 猎豹 犀牛 各位 猎豹跟犀牛 还有狮子 都属于兵 兵围的一个物种 完全是在于 满足他个人的欲望 为什么这样来讲 因为赛希尔 如果在市场行情价来讲的话 价值超过10万块美金以上 问题你知道花了多少钱 然后来请着旁边这两个 哼哈儿的酱 多少钱 跟他来杀 55000块美金 将近只有一半的那个价格 这样算不够吧 赚不够多吧 不是算不够够的问题 在于这个人 他就是有所谓 试杀了这样的一个特性 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我真的很呼吁 就是全球 包括非洲各国家 禁止发任何签证 给这个混蛋的家伙 而且我真的希望 他能够判重刑 因为根据当地的法律的话来讲 他如果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做这样是违法的话 他可以判10年的有期徒刑